LOYO 明星鎚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囉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東西是 ColorMaster最新的一個 空冷散熱器 那它造型 我覺得是真的蠻漂亮的 我們來看一下吧 ColorMaster最新的 空冷散熱器 MA610P 好那我們先就來 拆箱這個東西 那它 支援的RGB,LED,AZRAC,GIGABYTE,MSID 以及華碩的AURA SYNC 好,我們先打開拆封喔 這是它的零件好了 這是本體,盒子沒有了 先放旁邊,噢,本體出來了,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是一個蠻漂亮的散熱器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六根銅管 六根銅管 然後兩邊呢是POLOMASTER的風壓扇,RGB的 OK,蠻漂亮的喔 那中間是因為我自己貼上那個我主機板送的貼紙 是一個ROG的貼紙 我覺得蠻搭的,黑色配銀色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上面 整體,顏值還蠻高的 那除了顏值以外呢 散熱的表現應該也是不會太差 到時候網路上應該都找得到一些相關數據 那我這邊就不會做測試 因為我還沒上機 好,蠻漂亮的 那我們先來把它打開看看 OK 打開之後呢 它是有兩個 兩個風扇 夾住一個塔散 還是塔散本體 它這次的散熱器做的蠻特別的 是前後會稍微夾住 然後有六根導熱銅管的中間 也是蠻瓶子的一個部分 那時候有控制會裝長 然後看一下它的效果怎麼樣 應該是非常 讓人驚艷 那它的價值呢 大概在新台幣的1600出頭 算是中... 中高價位,但是 Color Master 我知道這家的東西 顏值 效果 就你要左右取捨啦 好 這是我今天的開箱 那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可以再分享一下 你們有沒有想看什麼樣不同的開箱 那今天開箱的散熱器 簡單開箱就到這邊啦 那裡 就是我一定要用一個的開箱 穩辛~~ 感谢观看